嘿!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夢套者的魚,木雅,小鈴鐺! 嘿!小伙伴們大家好,我是小鈴鐺! 歡迎歡迎收看我們最星期的《假面騎士傳說》! 嗯,感謝我們的收看小伙伴跟我們的視頻,記得點讚評論訂閱和推薦,謝謝大家! 謝謝! 咱們先回顧一下上期視頻的劇情,上期視頻! 咱們倆降臨到《假面騎士》的世界,第一天就完成一個任務,獲得了這個! ZI-0套裝,他們說這個套裝是那個,是那個死亡的 死亡? 對,那個死亡,死亡的好像是最那個最初階段死亡的那個套裝 怪不得他,怪不得這把武器叫做時間極限劍 來吧,咱們這期的話,就稍微熟悉一下這個《假面騎士》模組吧 首先咱們上,上期那個挖到很多那個,像這個什麼什麼什麼東西 反正就是那個《假面騎士》裡面的這些礦 他們說這些礦的話可以合成一些那個變身器 哦,那就厲害了 先看一下這個 我DECADE 駕馭表盤 我看,我先試試下來合一下看,空白的駕馭表盤,看有沒有 空白的駕馭表盤 空白的駕馭表盤 怎樣咱們…表盤 嗯…表盤 咱們…咱們還得…還得那個,還得去挖點管 厲害,對…這樣咱們咱們還得…還得…還得去挖點管 變身器怎麼做的呀 噢,對,這個任我這個任我,來,來… 來,來,來,來… 怎麼了 什麼啦? 給 我也不知道什麼原因 總之我又可以淋櫻桃了 給你 我也有了 好,走 接下來的時間咱們再去燙礦洞吧 好的 什麼聲音? 我走路的聲音 哥,你有鐵鎬嗎? 我有 走吧 再繼續往下挖 他們說得多挖點這種礦石 眼紅礦石挖掉 這是啥?細胞礦石 是幹啥的 我穿這個衣服我跳的 好麻煩 我一挖就一個大堆 這邊也有好多的 這個細胞是什麼東西 雷 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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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物獵人成就 可能也許大概這個盪被別人玩壞了吧 什麼聲音 我看一下 我聽到什麼聲音 你有火吧 哦我有火吧 好多礦石啊這裡 一二 好了 使命芯片 核心 空白的 空白的使命芯片 有那個 有那個什麼駕馭芯片 風暴 這個又是使命芯片 契約卡片 這是什麼塊 覺醒卡片 哦好多 我背包滿了來撿一下 撿一下那個覺醒卡片 我感覺這個世界上面好新奇哦 從來都是沒看見過的 你有沒有聽到什麼聲音 是不是什麼怪的聲音啊 回 先回家一趟回家一趟 回家一趟 什麼魔寶石 欸欸哥哥 回去個屁呀 我掉下來了 直衝衝的掉下來了 算了我回去了 前面前面這個怪看一下能不能打 好像可以打 沒有 一趟就是 是吧 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要 要做那個瓶子來搜 太難了 咱們可以先做 拔刀劍啊 好的 然后我看一下 先准备好 准备好这些东西 特殊的夜晚 此时此刻众生对你视而不见 月照大地 这个是虚无视线里面的东西 给它分开放吧 没有玄愿意保佑我 嗯 我记得我做了标记点 走 咱们现在过去 来 再走 走 过来 TP我 走 往下走 他们说只要把这个方块挖掉 那个boss就会出现 这里 因为我没有武器 哥哥 这个地方 你的武器呢 时间级线剑呢 对 我丢在家里了 你怕是个极品吧 我都不 我都不记得 这个 这个是一个剑 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剑 这是机器什么的 咱们带走吧 我先把这个机器挖走 那机器有用吗 不知道 管它有没有用带走再说 好的 好了吗 那我开始了 开始吧 一百点血 打人疼不疼 疼 挺疼的 我打他一下也挺疼的 不咋地啊 这个boss啊 对啊 打死了 掉了什么东西啊 掉了猛者什么瓶罐 我的天哪 满瓶的蝙蝠 潘多拉魔盒 猛者瓶罐 然后这个什么 潘多拉魔盒 这潘多拉魔盒可以用吗 试试呗 好像不能右键也不能左键 带走这键 哎呦 谁设计 错了你还会是谁 看一下还有什么别的东西 这里有个红色羊毛 把这里挖开看 哎呦 肚虫 底下呢 哎呦 吓吓死我 没什么东西了 这里呢 哥哥你过分了哈 没有啦没有啦没有啦 不要把别人家都给挖了 没有啦 哎 这边还有一个boss的洞 哪呢 这里 来咱们继续打 看 看一下这是 是不是另外一个boss 好像是一样的 一样的 我这家伙防御高一些 你又掉了一个什么 这家伙应该是蝙蝠什么什么什么的吧 又掉了一个满瓶蝙蝠啊 走吧走吧走吧 先回去吧 嗯 这有个村庄 有个村庄现在是晚上 有铁匠铺 我去铁匠铺看看有没有什么好东西 我苹果铁定 还有这个东西 咱们现在面对一些那个普通的那个虚无怪 虚无生物生物里面的怪没没什么怪 哎 我好像看到了什么东西 一个黑黑的东西 虚无卡战斗员 打他 掉了啥 后面有个苦力怕快跑 滚轮 什么什么什么滚轮 我在祖世界 在祖世界他还会那个随机生成一些 那个什么 甲命骑士里面的一些怪啊 boss啊 小boss啊 等等等等 那就很厉害了 这家伙不吃远程 你被我远程射死了一个 嘿嘿嘿嘿 虽然说我连机的伤害不高 但是 在我边后退边打你 哎呀 在水里面来了 走走走走走走 先回去 先回去 咱们咱们把背包那个整理一下 然后做把做把那个吧 咱们先做把那个 嗯 那个啥 先做一把那个 呃 拔刀剑吧 好的 嗯 这啥玩意儿 哦 虚无世界里面的怪 这两个箱子 咱们就用来放那个 假面骑士里面的东西 太多了 感觉放不下了 放下面这个箱子呀 下面这箱子也是一样啊 嗯 咱们得做一把木剑 OK 古当过来一下 好了我过来了 来给你这个木剑木剑你拿木剑打我一下 为什么我们有那个什么断面之翼的成就 为什么我们有那个什么断面之翼的成就 应该是我们之前就已经有了一个那个 要很保住 这个它写着放 嗯不是写着放吗 what 它这个拔刀剑好像不太一样了 跳的巴的一下 我看一下 我看一下 不一样了 不一样了 八刀剑在哪呢 哇 假面骑士里面的装备好多啊 跟虚无有的一瓶吗 它不一样了 哥哥 它需要用一个木头 一个石木刀条 和一个石木鞘才可以做 它跟之前的版本不一样了 先做木偶 木偶 木偶它需要用那个原木做 木偶需要那个石木刀鞘 石木刀下需要那个石木 然后还需要 啊 啊 啊 今天早了啦 老是都打喷嚏 我怎么感觉我这个喷嚏打的会拐弯 我去为我看点 走我看你 这是小鸡 小鸡 走你 走你 我去看点树 我看到了哥哥 圆木这种东西多一点没关系 记得随手关门好吗 好的 养成这种好习惯好吗 好的 嗯 然后是这个 但拔刀剑的话 咱们得得看到它那个 得小心 小心点它的那个耐久 有拔刀剑这些虚无生物 咱们就不用怕它了 不用怕它们了 只要不是远程的 基本上进不了咱们的山 虽然说伤害很低 但咱们注重的是那个拔刀剑的连击伤害 嗯 对 它掉了那个 掉了铜壁 这里有个黑布隆东的东西 好香 按影收割者 石头一个金我们需要金耶哥哥 当然咱们这个啊 甲冰骑士整合包的话 在后续 在后续还会那个 增加一些那个 有意思的模组 趣味的模组 嗯 对的 来吧 刚好咱们这期 也差不多该结束了 这把木偶再 木偶再次给它升级的话 是那个 嗯 我看一下 是那个什么 竹光 那边水上 飘着走的是什么 曙光出现 这个东西 这个应该是友好的生物 谁是要这样 干什么 我都说它是友好的生物 你去欺负人家 打人家干吗 啊 有好个屁啊 吓死人一跳 你打它它肯定还手呀 完了 我的 我的那个断了 我都断了 得做个东西 收集这个什么嗜血 嗜血晶体 来吧 咱们先结束这一期了吧 好嘞那亲爱的小伙伴们 咱们这期视频 就到这里 就到这里结束了 感谢小伙伴们收看 你们下期再见 拜拜